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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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区的收火仪式 北京2008年奥运会火区接力 厄尔多斯战的传递就要那结束 随即转场到包头市 进行今天第二章的传递 这是在厄尔多斯传递的情况 说到厄尔多斯相信大家一定不会陌生 厄尔多斯蒙古语的意思是众多的宫殿 早在三万五千年前 核套人都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繁衍生息 并且创造出了著名的古代厄尔多斯文化 十三世纪一代天骄 城吉思汗 亲征西下 途经这里被这里美丽的景色所打动 选择长年于此 因而有了今天的城吉思汗林 来了解一下 厄尔多斯人严格保留了十三世纪蒙古族人的祭祀习俗 在城吉思汗于一二二青年辞世的近八百年当中 守灵部落达尔呼特人是前程看守从未离去 大家看到 林目前的长明灯是在近八百年当中 持续燃烧从未熄灭 表达了蒙古族人对这位民族英雄的崇敬之情 四大祭以外一年有三十多次小祭 就是每月的这个初一初三都有小祭 我们这个祭祀主要表达一个对长生天 对这个祖先的一个崇拜 对英雄的崇拜 城林被视为城吉思汗的象征 是祭祀这位伟人英灵的神圣地方 每天这里都会迎来送往众多虔诚拜计者 经过保护扩建 如今的成林已被俄尔多斯人建造的雄伟壮丽 建议辉煌 不可失忆 因为781年了 而且他们是代代相传 这个城吉思汗呢 是我们蒙古民族的结束代表 我认为他更是我们征华民族的结束代表 所以我们到这来就是怀疑一份无比崇敬 无比激动的心情到这来祭祀 今天的厄尔多斯能就美丽 而心眼球的不仅仅是风吹讨地 县牛羊的缘故风光 人们用一座成长迅速的令人知惊的城市 来形容现代厄尔多斯 在中国社科院2007年中国城市竞争发展力蓝皮书中 厄尔多斯的增长竞争力名列第一 效益竞争力名列第三超过香港 这里的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超过北京 当了28年 的厄尔多斯人刘刚 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近30年来 这座城市的惊人变化 这是我在同一个位置 05年拍摄的一张东盛的全景 从这个片子对比上来看 变化是相当大的 过去城市的建成面积 城市控制面积 大概是不到10平方公里 现在的城市控制面积 达到30多平方公里 迅速的成长依托的是厄尔多斯极度富饶的自然资源 在这里地上有高品质羊绒 用于制作世界一流的羊绒山 地下有苏格里气田 它是中国目前最大的整装气田 同时厄尔多斯的地十分之一满有煤炭 占到整个中国煤炭储量的六分之一 几乎人们每走一步脚下踩的都是资源 而人感到欣慰的是 在自然资源充分利用的同时 城市的美化环境的保护 越来越被重视 生态的改善 老百姓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 就是我们现在过去 一到春季 就是沙尘暴 大概你们也知道 一刮大概就是一个月左右 就是短短续续 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那么通过生态的改善和恢复 植被的恢复 现在沙尘暴基本上一年有什么的 比过去来说减少了很多 作为内蒙古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 厄尔多斯继续用快速的步伐向前迈进 这里的人们定下目标 再过四年 要把这里打造成富裕型小康社会 综合经济实力 跃入中国的20强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上午结束了在厄尔多斯的传递之后 北京奥运圣火是转场到了包头 进行今天的第二站传递 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 在北京时间下午两点钟 奥运火炬展开了在草原钢城包头的传递 在火炬传递的起点 第一工人文化风广场上 来自包头师院的两千多名学生 集体表演了蒙古族的传统舞蹈 安待女 场面可以说是位为壮观 包头站的传递也是延续了上午的编号 那么第一棒火炬手也就是马拉松名将胡刚军 是今天的第105号火炬手 他曾经三次获得了北京国际马拉松赛的冠军 从起点出发之后呢 这个火炬是沿着非常著名的钢铁大街巷 前往今天火炬传递的终点 阿尔丁广场 其实呢说到这个钢铁大街 它当年啊是比照北京的长安街修建的 双向八车道的设计 以及一系列超前的城市规划 为包头后来的城市建设留下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而今天的包头呢 则是中国中西部地区唯一的一座全国文明城市 可以说包头将绿色和工业在同一个城市当中 实现了完美的结合 今天火炬手当中也有几位很有特色 大家看这位交警 因为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在当地是小有名气 还有呢这位蒙古族的舞蹈家 也用自己熟悉的特有的方式进行了传递 此外曾经横渡了伊丽利海峡和群州海峡的张建 大家应该对他发声 另外呢就是著名的歌手杨坤 也是今天的火炬手 在今天传递包头战的传递当中啊 最值得一提的恐怕要是 今天点燃胜火盆的 是当年著名的草原英雄小姐妹 龙梅和玉蓉 当年的这对蒙古族的小姑娘为了保护 集体的羊群与暴风雪 进了幻想的火的故事 在中国内地的观众应该说都很熟悉 而44年后的今天 他们又成为了奥运火炬姐妹 随着他们点燃了圣火盆 北京奥运圣火在包头的传递 圆满结束 好我们又看到了在包头传递的情况 说起包头 大家可能都会想到 它是中国西北地区重要的工业基地 草原钢城嘛 也是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乡 不过呢现在的包头 有了另外一张值得骄傲的城市名片 因为它不但获得了联合国人居奖 而且还是国家森林城市 这里不是温暖湿润的江南 也不是靠近大海的海滨城市 但是在这里城市氯化率达到了34% 当地人说呢走在包头的大街上 两分钟就能见到绿树 十分钟就能看到广场 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走进这座塞外路程 这首由包钢第一代建属者唱红的草原城曲 时至今日仍然是包头市民百畅不厌的经典歌曲 歌中记录了上世纪五十年代 全国各地的建属者带着马上热情 带别家乡来到这里大运钢铁 五十年过去 这座移民城市已在几代人的打拼下 发展成为内蒙古自治区最大的工业城市 包钢也成为了中国重要的钢铁工业 和最大的稀土工业基地 拥有包钢股份和稀土高科两家上市公司 走进现在的包钢厂房 你会看到现代化炼钢设施一应俱全 钢花四件高温无比的传统炼钢工艺不复存在 而年轻一代的钢铁工人 却始终延续着父辈对这座草原钢城的深深眷恋 自己比较喜欢这个行业 火红的事业 有火红的一片心去对待 让罗海明更加自豪的是 他们车间参与制造的包钢镀鑫板 被选为奥运建材 用在了国家游泳中心水利坊 包钢这个有着五十多年的老企业 正在与北京奥运一起经历着自己的新成长 从2003年开始 包钢共为北京奥运厂款建设提供钢材3300吨 工业的发展带动的是一座城市的迅速崛起 50年前人口不足8万 街道上只有63棵行头鼠的包头 如今却是一个人口超过240万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大都市 而如果你走进包头的主城区还会惊诧于它的绿 包头是蒙古语包克图的谐音意味有路的地方 所以你在草原岗城如果在市中心和梅花路偶运 你可千万别觉得奇怪 我现在所在的这片草原名字是塞汉塔拉 它就在包头市的市中心 是中国目前唯一也是最大的一个城中草原 而包头就是这样的一座用草原装点的现代化城市 首先起码每天的绿化环境的包头就是比较美的 所以你看有时候闲着无聊的时候就可以在这逛逛 空气就比较新鲜 而且有很多的小景区都是比如以草原为主可以去骑马 总之感觉很不错吧 在你的心中包头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呢 是一个跟居住最理想的地方 今天的包头人身居闹市 却享受着不出城的草原之美 养鹿姑娘李莉娜从2001年开始在占地10万平方米的银河广场上放养梅花鹿 小鹿越养越多和市民成了朋友 鹿城因此更有灵性 现在吧鹿就在包头可以说就是安家了 它在就是我们广场上它可以很悠闲自得的生活 然后可以说恋爱 然后那个结婚生子 很就是很自然很自然的就在这繁衍了 而且就是尤其是那个城市里的那个孩子 他见到鹿以后就特别的亲切 如今绿色已经成为张简包头个性的名片 这里的人均公用绿地面积为10.7平方米 其1万平方米以上的公园广场就有50多个 2002年这座被绿色包裹的城市被联合国授予最佳人居奖 好又到了我们给大家介绍民间体育的时间了 摔跤这是蒙古族最喜好的一个体育娱乐活动 在内蒙古的大草原上摔跤呢 起初是蒙古族的勇士勤拿搏斗的基本技能 而今摔跤已经成了包头人健身和展现民族文化的一项重要活动 深受大家的喜爱 这首乌日亚赞歌时常回荡在路程包头美丽的希腊木人草原上 在悠扬的歌声中蒙古族小伙子们挥舞着壮实的双臂 跳着模仿石子鹿鹰等姿态的舞步入场比赛 大家现在看到的呢就是蒙古式摔跤也叫做伯克 它呢起源于古代的宗教仪式 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我们包头人非常喜爱的一项体育运动 这种运动方式呀不仅展示了我们包头人粗犷豪迈的一面 而且别看大家一个个气势汹汹的 这也是他们增进友谊的最好方式 嘎里娃是这支队伍中最年轻的交手之一 别看他才21岁却已经有了十多年的交龄 在希拉木人草原上比他厉害的交手寥寥无几 博克具有强烈对抗性和竞争性 而且规则简单明了 比赛不分时间选手不分体重 比赛中选手一方膝盖以上任何部位着地为负 比赛要求选手腰腿部动作协调配合 在对抗中充分展示自己的力量和技巧 睡觉场上对手即使是同胞兄弟也不能相让 如果一方有意输掉 反而会被对方视为心不坦诚 不堪交往 一旦某方倒地 对手都要抢先扶起对方 然后共同切磋技艺 友好的互相勉励 蒙古族博克不仅符合奥林匹克的竞争意识 同时又保持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这样一种运动在路程包头 有着非常深厚的群众基础 在市区的各个运动馆中 其他种类的摔跤也成为了主导的运动项目 受到市民的喜爱 看着大家摔得这么起劲 我也忍不住想要上场去试试 感受一下摔跤的乐趣 好 奥运生活呢 完成了今天这两战的传递之后 明天将会在历史名城赤丰 继续进行传递 明天呢我们继续来感受 内蒙古古老的草原文化 生活看中国 各位观众明天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